请问尊者,我们都知道如果能证得出寡,保证只有七次,那是非常好的 但我自己觉得蛮遥远的,所以才选择比较划算和保证一点的方便道,就是净土 我想知道,如果去斗帅天见弥勒菩萨跟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有什么特别的殊胜吗? 好,有一点啦,其实我必须承认,我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研究 我没有研究,这是我不懂的领域,不是我的领域,我都不讲的 然后,我刚好我出家是因为学禅嘛 所以,我这个人有一点超理性 因为我曾经这样想,如果我死的时候 万一阿弥陀佛尿急,他没有来借我 我会不会那心生怨言,怎么你还不出现 明白吗?也许这个很荒唐啦 从对信徒宗的人来讲,可能我这个念头太离谱 但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真的是发自我的意义这么想 也许你们不该像我这样想啦 你们要念你们就专心的信 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我要的是一个,就是我确定的 死后才知道的事情我有点没底 你明白我的个性吗?我有点没底 我要的是,我现在就知道 像我母亲一样,我相信他是除果胜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印证,但是根据他的报告 然后呢,还没有死,他已经知道他去哪里了 他在修缘起的时候,已经看到他来事是什么了 所以死亡对他来讲是好事,不是坏事 因为身体不能用了,你还要来做什么? 身体不能用了,换一个身体,就是好事 而且去好的地方,天上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要一个比较 这一次的,我这一次我确定的 我要我确定我投身哪里的 因为除非,除非有一天我真的 修到我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那实在来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很难 长时间依赖信仰 信仰对我来讲只是短暂的,借用的 我没办法长时间依赖 只要我能印证,我就不想信仰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对你来说是信仰,对吧 我不太能够 特别是当我知道了Kalamā Sutta过后 Ata Nava Janayata,你要亲自了知 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我能亲自了知的 我先了知了再说 就这样 所以当我有弟子跟我报告 五年没有起称称心 没有起过欲念 哇,我多么高兴 这是我自己都没有的境界 他们还说我已经有好一些弟子 修行超越我了 因为他们走在另一条路上 他们可以靠圣道来断烦恼 所以我多么的庆幸 原来这一生我还能够见到 而且还是我的弟子 就可以 不管到底是不是有高估自己 我们没办法印证 因为佛才能印证 但如果有个人五年不起欲念 五年不起伤感 五年不生气 我觉得这个单单凭这点就值得我们 大悲 对吧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 就是很 很实在的 这样 我没有反对你们要信什么 大家要走哪条路 是自由的 我只是说我个人的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把我整个生命投进去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如果我真的是想 如果我是要走净土的路了 我今天不会出家 我也跟你一样 娶个老婆 是吧 然后又可以享受娱乐 又可以有孩做爸爸 又可以 四千又赚钱 然后又可以 念念一下佛 又可以买包单 又可以到极乐世界 那不更划算 是不是 像我们这样子行善的人 没有九品莲花 一品也有吧 对不对 待业往生 我真的不会出家去 我是为了探索跟验证 我不想等来世 我要这一生就搞个明明白白 所以我就整个生机 才能够复兴求出去 这样咯 所以我当时也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为什么佛陀 不告诉我更容易的方法 我有这个疑惑 我没有否定 我不是要挑起你们的疑问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能讲我不懂净土 因为我们南传也没有教净土 对吧 坦白讲一些 我只能说 对不起 我没有要得罪任何人 我真的是不懂 净土对我来讲 是一个不懂的事 所以我没有批评 我也不说 我只能说我不懂 然后我 因为我不想停留在信仰 所以我就没有走这条路 我走一个 是我这一生 能够确定的事 可以印证的事 这样咯 所以我 我弘扬我懂的 我不懂的呢 我就 我就讲我不懂 我不会去弘扬我不懂的事 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百分之百确定的 我敢这么说 所以我讲法 是讲我百分之百确定的 我不讲我相信的 这个很难 我做不出 是这样子 好吗 那班爹 您建立的道场里 也有朵率天修行灵 也是在推销朵率天吗 弘扬啦 别讲他推销啦 哎哟 你们总是从那种 世俗的字眼来讲 这个对法不尽不好 弘扬 不是要讲推销不好 其实我不是推销古西大 我们没有叫人家 投身赌西大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道场 后来改成法育啦 因为前面有 有有坟场叫赌西大了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改成法育 那我们最初叫赌西大 其实我是 最什么取名赌西大 不是弘扬赌西大 不是推销赌西大 是因为当时 我去到古境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 他请我过去 老朋友继续去 我就去 去了过他们就叫我留下来 然后我刚好 我跟寻法 那时叫士兵嘛 我们两个都想 你带妈妈 我带妈妈一起修嘛 是这样子想 那刚好有两间房子 然后你妈妈住一间 你妈妈跟我妈妈住 我跟你住一间 这样子想的嘛 后来糊里糊涂的 就一大堆人聚合 就成了一个道场 其实我没有建道场 当时呢 只是我看到 当时的 现在都是我们的核心理事们 都是有钱 家庭幸福 和乐 都是那一类的 没有看到谁苦的 所以当时我要鼓励他们 修行 我怎么鼓励 如果我跟他们讲 生命苦啊 苦啊 他觉得我们都没苦 师父 而且大家都还 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 都是现在也是 大概我们这个年龄 是当时的时候 十多年纪 三四十岁 大家都很健康 很旺盛 孩子还很听话 也没有什么坏事发生 所以我当时为了 鼓励他们修行 我就告诉他们 我们要学兜率天的天生 兜率天的天生 在弥勒菩萨身边 还继续学法 光明走向光明 所以我们的兜率天 这个意义 就是它象征着 光明走向光明 当你在幸福中 不要忘记法 在幸福中 聚累善业 啊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才叫兜率天 但我们并没有叫人家 投说 投神 我们叫人家 最好 你快快了神托使 不然你就发现成佛 还是什么 啊 发现成佛 就走佛道了 要解脱 就快快解脱了 啊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哦 呃 然后 就叫了 那道场的名叫兜率天 就这样子延续下来 然后现在也不叫兜率天 现在叫法语 法语 南马尔 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位尊者 从美国来的尊者 我们叫米达西亚罗 他跟我讲 班地 我讲 we are the change name now people symmetry 啊 那那坟场啊 叫 叫土西大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名字 然后人家导航的时候 倒进坟场 不好嘛 所以我讲 我们一定要改名字 所以后来他就出这个名字 班地 达马尔 is good name good name 这样 后来就改成达马尔 名字来自他 所以后来就我们也讲 我们神团开会 觉得翻译达马尔 就叫法界 也有人的名字 也有人叫法界 好像语话上人那边的叫法界 他有法界 法地 法什么 后来我们觉得法语没有人用 我们就翻译着法语 是这样子的 因缘来容取脉 是这样子的 而且他们两个兄妹 两兄妹 从美国过来 美国过来 我们在台湾认识 从美国过来 来马来西亚 来出家 来决法 那十多年了 当时他们也是 也是属于好命人 就是来到马来西亚受苦 他们家旗 很好的 台湾就来了受苦 但是我就告诉他们 现在你们叫 年轻 有为 那是要从光明走向光明 要像斗帅天的天神 我也是这么教他们的 他们会讲华语 他来的时候不太会讲华语 会讲一点一点 现在会很厉害 是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 那个意思是这样 没有叫人家投身斗帅天 但是是说 如果你这一生没有了结 没有得到安稳 然后呢 如果你想来 是继续学法 那可以投身人间 继续学法也可以 也可以选择投身天 如果投身天界 那就不要投身只是享乐的 投身能够学到法的 那个天界多数都在享乐 但是我们投身在能够学到法的地方 这样咯 斗帅天是比较好了 比较好了 这样咯 你们如果有谁想要 投身斗帅天的 先来斗帅天节奸园 那我们就修场先